安大略省长杜格福特表示 安省将会在下周二收到首批的新冠疫苗 这一批疫苗随后会分发到 多伦多大学卫生系统和阿泰华医院投入使用 首批接种者将主要为长期护理院 和目前工作在疫情第一线的其他工艺医护人员 省政府免疫专责小组负责人希利尔说 下周安省将会分配到6000剂的辉瑞疫苗 阿泰华和多伦多两个分发点将会分分到3000剂 多伦多在第二波疫情中遭到重创 相比之下阿泰华新增加的确诊数量并不多 而阿泰华也都被选中作为第一批疫苗的接种地 主要是为了测试各省级的分配网络 并发现某一些长期护理院区爆发疫情时 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更详细的疫苗分配计划将会在较迟的时候公布 希利尔还说 年底之前安大略省总共会接收到9万剂的疫苗 但因为辉瑞的疫苗需要特殊的储存条件 一指暂时只能够在多伦多以及阿泰华两地接种 等到储存条件较宽松的其他种类疫苗 获得加拿大联邦卫生部批准使用 相关的部门就能够将疫苗派发到相对偏远的地区 尼希尔还补充说 安省最终将会设立23个分发点 辉瑞疫苗和其他疫苗将会陆续分发到各处 方便民众及时接种 说到未来的疫苗补充计划 他表示也有可能将分发点设置到长期护理院里 更方便长者接种 他也提醒大家 在疫苗接种之前 还需继续遵守政府的防疫指引 勤洗手并保持社交距离 安省政府公布的最新疫情无形预计显示 即使在最佳的情况下 安省于2021年1月 需要接受紧急医疗的患者人数 仍会超过200人 如果公共卫生限制措施放宽 ICU的新冠肺炎患者人数 则可能会超过500人 自指到发稿时 安省累计确诊新冠病例为13.9万例 死亡3,891例 为更好防控疫症 目前安省政府已经将新冠紧急状态令 再延长一个月 至2021年1月20日 省政府表示 这次紧急状态令的延长 将会为医疗保健和其他关键服务 提供安全的支持 直至疫苗被广泛使用 而是在线医疗保健的核心 合计会